来到Practice Paper的第33条 这条我讲述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正宗一点 要用alpha、beta的概念去做 如何做法呢? 首先我们会写了alpha加beta是-bαααα是cα 而这条式在初中也学过 a3次加b3次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方法 但是这里有一个alpha而次加beta而次 那你就要搞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alpha加beta2-2alpha-beta 再减alpha-beta 那我们就齐了 其实这个就是alpha加beta2-3alpha-beta 那就代替下去 代替下去就是 会是k 然后里面是k2-9 所以很明显是c 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些运算 有些同学就数据比较弱 可以考虑用一个program 用formula01都可以的 但是没有那么理想 有时你可能会 match error 好那我这条呢 用一个program 例如我写个k做1 那写个k做1 那这些答案就没有了k的 记住 没有了k 好了 接着这条题目呢 就是x2次-x加3等于0 那我们用program 我就是program1的分身库 那我就进入1-1-3 我是不是用program1的分身 好像是 我来过 1-1-3 好了 那出来这些都不用理会了 直接去回 就是去到y之后 按ac 那现在就是x3次加y3次 好 那出道是淑白的 那答案呢 就都是算到c